是战略版T零国家队阵容 蜀国 麒麟弓将为加庞统加诸葛亮 将为夺魂胁魄加背蛇鬼车 庞统太平道法加识别三日 诸葛亮富及军民加草船借鉴 传统的蜀工都是八门减伤 但是面对各种高爆发非常无力 因此这套阵容就是想办法在前面几个回合 避开对面的输出 从而让庞统和将为有足够的时候输出 吴国 吴枪 陆逊加鲁肃加承浦 陆逊太平道法加当风吹绝 鲁肃 风使阵加赞壁其风 承浦 复及军民加草船借鉴 兵武尝试需要打满八回合收益才比较高 这里放弃兵武选择太平道法 增加陆逊的输出伤害 以弥补这套阵容伤害不够高的问题 另外有赞壁其风和鲁肃的治疗 其实续航能力是足够了 魏国 太魏顿 司马懿加曹操加满宠 司马懿 识别三日加用武通神 曹操 附及军民加魅惑 满宠 赞壁其风加刮骨疗毒 这套的强度是目前公认了 基本上大家都觉得很厉害 群雄 群工 SP袁绍加SP朱骏加举兽 SP袁绍 纵兵截略加洛凤 SP朱骏 燕竹风飞加武当飞军 举兽 八门金锁镇加英城自首 输出偏低 但是控制是目前高红最喜欢用的阵容之一 控制能力非常出色 以上就是小编为三国制战略版 提领国家队阵容的相关内容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